大家好 我是收看 阿祖主義 歡迎收看 阿祖主義 謝謝 阿祖 阿祖 今天為什麼是這個組合呢 因為我們三個人都是 天秤座 長期關注我們頻道都知道 我們三個人的個性是截然不同的 對 那到底為什麼 北北都是天秤座 個性完全不一樣呢 可能跟我們的一些 出生年人還有生日的地方有關係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問誰 要問誰呢 我們今天有其他一個師傅 到師傅 師傅 今天我們要求到一個 像是大師 對 然後我們就是指點迷宮 幫我們解禍 讓我們歡迎 白羽老師 哈囉 嗨 大家好 我是白羽 師傅 你確定好像看一個師傅嗎 對啊 可以啊 可以嗎 等一下給我紅包 待會我可以給你 師傅關注的是紅包 突然不重要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老師 來和他現場 幫我們三個天秤座結個禍 對 但是因為好像我們一般的話 我們都會看一些星座運室 例如就是說 聽美洲的朋友 是不是肚子餓啦 每週就要吃飽喔 不要餓肚子了 就這種 喂 對不對 每週星座運室 而且每週還有每日 然後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對 這是我都做過喔 你講的話小心一點 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說準不準 但是就是很疑惑說 這到底 因為你今天好像是 不要教我們什麼是 占星學對不對 那這個跟星座有什麼樣的差別 占星學比較大 它是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系 而星座它是一個 占星學裡面的元素 對 占星學裡面分什麼呢 公衛 行星 星座 還有行星之間的相位 流年 等等等等 好多喔 對 我們看很多那個 每日運室啊 可能我今天看這個網站 它寫 A是這樣的運室 可是我到另外一個地方看的時候 又是不一樣的 某個大師說就是 天室今天要穿紅色 對啊 那我們換個頻道 那這個大師又說 天室今天要穿白色 其實是每位老師 我們看這個世界的角度不一樣 不同的顏色 它代表不同的能量 當我認為 今天是晴天 我認為今天晴天 應該好好出去玩 可能我看到就是玩這個議題 那你要穿彩色 那我覺得晴天 今天就是要好好曬太陽 但是在家裡要看出 那我可能就是在家的 那這個能量就是在家的 如何看不同的老師 我適合看哪個老師的意見 就看你的個性 有些老師是 他是事業型的 你可能關注事業 看他的運勢會比較好 那您是哪一塊 是那個切腳的 我的切腳是屬於 個人成長 關注情緒 還有事業發展 所以沒有愛情 愛情有 但是我認為愛情是人生的 四分之一 好濃 對 就不要把愛情當全部 對 誰敢誰敢 跟我說 有很多傻子啊 一定死得早 跟我早年一樣 因為我們三個天秤座 然後老師就有幫我們的 像是星盤對不對 幫我們做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解析 對 好像三個人的星盤 都長得非常的不一樣 不一樣 來大家來講一下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螢幕上面 我們就三張圖給大家看 登登 你看這三張圖 對 三個人完全不一樣 老師我這邊是有土力格白 是什麼樣子 哈哈哈 這是黃色 這不是白色 哈哈哈 土力格白就是你人生 你人生可能有霧點 他不見了 哈哈哈 喂 哈哈哈 他不會接 可以 我剛剛 不是 不要理我 因為他還沒有醒過來 我必須要講一下 這三位天秤完全不一樣 而且非常有代表性 如果你跟他們的很像的話 你們要注意了 你們可能要跟他們一樣 好好學做人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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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要說注意了 對啊 一樣的朋友 注意了 好 先看學學 好 你的心盤是 你看喔 不同的行星 不管是虛點還是真正的行星 都散落在不同的甲位 這叫擴散型 像是非常厲害的通才 通才就什麼都會 你問他什麼都了解 好準喔 哈哈哈哈 所以是學什麼也很快 很快 不過就是他沒有時間去生根 所以他可能有些地方不專精 三分鐘熱度 有時候是 就不好的地方是三分鐘熱度 好的地方就是 他每一個都想要了解一下 等到大家需要說 欸他這邊就好像 哆啦A夢小口袋 什麼都有 欸你口袋呢 你為什麼要笑 你為什麼要笑 你還笑是什麼 哈哈哈哈 可見他是 你看所有的行星座 往這邊靠攏 這邊有一些空的 為什麼有立可白呢 他這個形象叫做 晚星 晚星是什麼 這邊有超過60度是空白 像立可白 然後後面這些星座 是連在一起 這個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人非常的包容 喔 真的耶 蠻準的耶 蠻準的 幫我按一下 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就是你怎麼弄他 他說喔好啊 真的耶 好好先生 對 對 對就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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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包容的優點就是 任何人他都能理解同理心 缺點就是 就是幫別人找太多藉口 喔 對 委屈的是他自己 他是有點像爛好人嗎 老師 多少有一點 對別人來說他可能不會爛 對自己來的時候他有時候 好有 我怎麼這麼爛 又答應別人 喔 對 有耶 真的真的 有好溫柔 你真的沒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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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來他就對我放電了 就是意思是 你把我說好一點 對 對 他是我們的火車頭型 火車頭型 對看起來有點像散落 但是呢 他所有的行星呢 均余的放在不同的周圍之外呢 還有一個火星 火星是什麼呢 很衝動吧 很有熱情 然後很有力量 還很勇敢 我覺得你是 是介於不同的兩個聚落之間 一個像體統型 那個體統你的空白不夠大 但是另外一個像火車頭型 如果把這邊全部都連在一起的話 你可以看到順時針哪個方向 這個方向 對 你是以海王星為前提 去拉動這些行星的 但是這個拉動的狀況 因為再加半個體統 你這是兩個行星聚落加在一起的 你還蠻矛盾的 嗯 一面體統型 但是我用火星來牽動我自己 我有興趣喔 我衝得比誰多快 但是另外一面呢 讓你感動 讓你覺得這個人是弱勢 你會想要幫助他 你就突然變成一個慈善家 啊 我覺得他很可憐耶 都幫他一下吧 我這樣我賺不賺錢沒關係 我的錢都給他 人生就是有時候有點複雜 有時候你覺得 很有熱情的是 他不可憐 你就滅火 哦 然後有些是 他很辛苦 但是你會覺得 可是他活得很辛苦 人生缺這個缺那個 但是他有點懶 到底要不要幫他 哦 所以這個人最終變成了什麼 感性的理性派 先感性去 啊我還有點熱情 我要對他做點什麼 近距離看之後 不對 不值得 不值得 對我應該後退 恰恰行 欸 恰恰 厲害厲害 恰恰 欸 你有這樣的感覺嗎 很容易給人很親近的感覺 可是他們來接近的時候 我就發現 這個人好像不適合身交 我就會覺得 慢慢的跟這個人緣 沒錯沒錯 是這種感覺 我的確是這樣子的人 如果簡單類比的話 就有點像水平 哦 對 跟朋友好多好朋友 但是近距離的時候 常找不到他的人 對耶 那天秘座真的都是帥哥美女嗎 這要看爸媽的記憶吧 我應該是很OK的吧 我應該是很OK的吧 老師說 敢惹師父 無敵不敢 不敢 無敵知錯 哦是 欸你醒了 醒了 我們來看一下 噓噓太陽是在第五宮 所以你真的是對朋友 家人或者是兄弟姐妹 真的有點像大哥來照他 太蠢蠢了 我的天啊 你說是我們鄉親和娃 太陽就是你的天生的個性 本來天秘開創型星座 他可能不一定會想要像大哥照 而是說我們一起做點什麼 然後我提議 但是因為 一五宮也有兄弟姐妹的意思 所以你不由自主的覺得 人生我不努力帶他們 他們肚子 太誠了 太誠了 那你打下鼓勵鼓勵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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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嗎 我容易嗎 我 沒沒東西 同一個爆發生的 為什麼我的肩膀比較重 不要這樣嗎 不要這樣嗎 不要這樣 那些人什麼時候不會再鬧了嗎 還說這是我一輩子的宿命 就是我的課題 你也蠻喜歡的 那一種牛狂 這也要看對公嘛 對公第十一宮 你有福點雙魚 如果這些人是你喜歡的 當然家人是一定是 不喜歡也要喜歡 真的耶 真的 他雙魚的意思就是 因為你是我的家人 我不付出呢 那有一個超人拯救型的情節 我不照顧你們 我不把你們扶植起來 你們就眼看著你們這樣流離失俗 還是怎麼爛掉之類 我天生的使命 不允許我這麼做 來吧 讓我們相救於乳墨 讓我們相救於江湖 真的喔 如果你不救他們 你會覺得 你來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意義啦 對 你的人生就是 我要來當超人 他上身是雙子 好在他自己其實 有蠻大的調節能力 他自己的界線就是 如果假設我今天覺得你惹毛我了 讓我很生氣 你在精心處女就發揮了 狂念 狂罵 像教官一樣精神處罰 但你也就魷魚嘴角 只剩一張嘴 也不會這樣 也不會說真的那麼狠 也不會真的那麼狠 對 他只會打肉圓出來而已 對 罵個痛快 然後就喔好 很不下心的意思嗎 就是你太善良 應該說你真的覺得大家都可以 透過你的言語被教 比較重要的可能是第六個 就是如果我每天都幫別人 然後我也希望我用叫他的方式 比較有耐心和包容的方式 對別人 那你可能生活裡面 每天會覺得我是在世界末日 好累喔 一面覺得說 一切都有可能 一面又敢說 一切都沒可能 對 所以你每天生活裡面 都在不停的讓自己 喝點小米酒 小啤酒 讓自己平衡一下說 算了 還是就這樣 有一個心情在摩羯座第八宮 土海天 什麼意思呢 就所有的外行星 他比較辛苦的行星 都在你第八宮 又一起 又在摩羯座 第八宮是我們看不到的宮位 什麼叫看不到呢 不 不喝茫的看不到 不是 是跟性關係 性 Sex Yeah 這直接講的話 你可能 性向 你可能是家裡 比較最重視的孩子 所以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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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壓力很大 那 然後你說出來 別人也聽不懂 壓力大之下 我只能說 你就不想做自己了 就是什麼 最幸福的小孩 最重要的人 如果我不要 你一定看不到我 無所謂 就是你可以開始有點叛逆的心 會影響你的性向 但我覺得影響性向 除了 心因性因素之外 生理的基因也有關係 嗯 這種狀態是來自於什麼 通常只有 你認為 類似經歷的人 才能理解你 噢 所以他一定在生理上 因為第八宮跟生理 就是你的性向有關 所以 一定要先是個男的 反正呢 被大家重視過 但你還想要做自己 所以你並不覺得說 噢我這樣講好像我是太 在心態腹中不知腹 並不是你能理解我 這種狀況下 結合你談感情的人格解僻 你會覺得說 算了 我還是怎麼造一個 跟我差不多 噢 我以為是要講那個呢 性方面的 對 性事的 噢 這個可以講 這個看得出來嗎 嗯 蛤 怎麼樣 哈哈哈哈 三艘保守的開放型 嗨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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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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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看可謙好了 好 可謙的太陽在第十一個 天生就是外人一樣 對 真的 對 除了長相之外 除了長相本來就外人一樣 喔喔喔喔喔喔 我是不是講到拍的 我說 我說 我太嗆了吧 哈哈哈哈 我不要講到這樣 哈哈哈哈 我只是沒講話而已 放手了 瞬間到了 沒事沒事 像話其實蠻吸引人的 嗯 真的 對 因為他水星天秤也在第十一個 就是他講話是讓人覺得舒服 有聽 有內容 邊頂是獅子座 月亮在天蠍 就是親密關係 你對這個人期待很高 你就會很天蠍 這個人如果是一般人 就會蠻天向天秤的 就是大家好來好去 Friendly Friendly 然後Kindness 看到別人的 看到別人的善意 但是如果是親近的人 他有期待 放期待進去 他就會變成一個狙擊手 我就看你有沒有做到什麼 對 我真的是啊 快點按啊 快按快按 我對另外一般蠻狠的 蠻狠的 就是你給我注意一點的感覺 對 注意一點就不只天蠍啦 還有天頂是獅子 哎唷喂呀 對 控制欲 偏控制 對 請注意我是國王 對 有有有有 那你不要幹嘛就不要幹嘛 啊 你的太陽是天秤嘛 天秤是金星守護 但是你金星是在第十二宮 然後又在天蠍 太陽在第十一宮是被大家看到 但第十一宮就是萬人迷 有時候我覺得我還好 但是別人覺得我很好 然後他金星天蠍第十二宮 第十二宮是撲朔迷離 怎麼都看不太清楚 我覺得我沒有 但別人覺得有 那些是大明星的歌曲 你是 趕快牽我啊 幹嘛 你還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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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星天蠍在第十二宮 就是我可能覺得我自己還好 甚至我覺得我 哪個地方你們覺得我好 並不是 你會把自己看得很不好 這樣沒有自信的意思嗎 他自信蠻強的 天頂是 我好頓 對 他只是覺得說 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就夠美 夠好 夠有迷人 我覺得你們段位太低 標準不一樣 你自己標準太高了 對我覺得你的標準可能是什麼 黎明的標準 有 黎明的標準是什麼 我聽說過他有一個很厲害的髮裝師 是跟王菲一起的髮裝師 他是已經算藝術家了 他對自己的皮膚和表演狀態好 到那個髮裝師那場演唱會跟他說 你今天皮膚很好 重態也很好 不用化妝 他就天假期的一個髮裝師 幫他鑑定 整個人是不用化妝 人生太上台 老師他是一個對人生比較自由的人嗎 比較隨意而安 對 他的價值觀聽起來很自由 很矛盾的點是在於 你說一套做一套 他想是說開放性性關係 或開放性關係 都可以啊 然後吵起架 你上次跟那個誰 那個曖昧 那個放電我無法接受 不知道你是開放還是無法接受 湯老師你就就他的心盤 給他一個就是一段話或是一句話 就是他之後怎麼樣 我建議您 我沒有那麼高速 你知道他是怎麼說嗎 太準了 太準了 我都不知道你們笑什麼 我都要很想 老師的話要很聽 他人生什麼都有 只差一個成就感 好 加油 努力工作 OK 可以了 阿拉斯 你的太陽也在第11公 你們太陽水星都在第11公 這邊有個小差別 本命環水星逆行 比如說像可千 它的水星天平是順行 這個數字18度是黑色的 你的21度是紅色的 順行逆行的小差別 但是放在第11公 沒有的感覺差很多 順行的話就是我順順的看到你的優點 都願意鼓勵你覺得你很棒 然後你看它的這個嗯都是非常鼓勵 一個簡短的字都你覺得 可以鼓勵到的 它就是這樣的特質 旁邊人會很喜歡它 你都不是喔 這我同意 但你的機車是來自於 你是誠心誠意的告訴你說 其實哪個你要注意喔 你是好意善意的 所以它就用一個無厘頭的方式 讓對方好受一點 但是讓別人聽到那個盲點 喔 你就覺得你幫助別人 好善良的人喔 用另外一種方式表達 不是肚子尖 對對對 但你會去幫別人看一些 因為你逆行 逆行就是我 願意講一些 只有好朋友才會講的話 喔 好準 就很誠心誠意啦 你精心處女 藍焦點跟北焦點首先是 處女雙女 然後月亮處女 嗯 喂 老師每次說 害怕 就這一條線 對啊 你就是個媽媽 他像個爸爸在拯救家人 你像個媽媽一樣 藍焦點是什麼 就是怎麼照顧人 你很會 生活起居 飲食平衡 還有怎麼交友 社會歷練 你都很會一套一套 媽媽精很多 對媽媽精很多 然後呢 精心處女又告誡 媽媽就是 很溫馨的去勸告 這樣我們如果大家有學 身心靈的話 就很明顯兩股能量 這不是陽性的能量 對 這不是陰性的能量 陽性的能量 是我給你一條明路 你要不要走 Follow me 黃光大道不走 那就打斷你的腿 很準耶 媽媽這邊呢 就陰性的能量照顧人就是 你不冷嗎 應該冷吧 外套戴著喔 對 不然等一下到外面的時候 感冒 對 感冒了後面工作怎麼樣 我們兩個就是個大相反 對 大相反 對 然後旁邊這個孩子 就是我是大明星 我真的不想管 蠻多人很喜歡你這種溫暖的感覺 但也受累於說 不要再情惠我了好了 我知道你 欸 就你敢講耶 真的 沒有… 謝謝你說出來 欸 跟朋友相處的時候 比較會容易講到 比較不好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他們聽得緊 他們可以理解 對 這個媽媽嘛 在家說你不好 那趕得出去外人你什麼都好 是 是 用心良苦是不是 好 因為有些心理學家喔 有… 有… 老師很厲害 老師對不起 因為最後 因為你今天真的講了很多 但是還是很好奇一件事情 想要問我的愛情 愛情 或是說我的愛情度是怎麼樣 爸爸有你嗎 我是不是嗎 對 看不清 看不清 精心在處女 第五公 那代表你需要這個人 跟你很聊得來 對 這個聊得來 我覺得可能是跟你聊天 是聊善聊海 聊天聊天 要對痛對不對 對 最好是邊喝邊聊 對 對 好準喔 對 你人生其實 如果除了愛情 它就真的有負擔很重 人生苦短 每天都是想別人 對 愛情是你的出口 讓你覺得 我終於有一個可以享受的地方 所以它的另外一半 會不會需要承接它很多 在外面的情緒 倒還好 倒還好 它只是需要有個人 接觸我 對 其實它不會在最生氣的時候 讓對方接觸 對 它每次都是把自己 稍微調整一下 才會跟對方做辦法 對 對 對 報名 選爆了 老師 那你覺得我 就是應該會愛情上面有什麼意見嗎 建議 建議 你可能總是覺得 一切都要你自己來勞弱命 對 好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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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放給它一點點也沒關係 你的另一半如果你真的愛上他 他可以為你做很多 真的 但是因為有時候一開始爸爸 可能覺得這寄作比較好 進度比較快 自己來 自己來 對 所以放一點 對 好 我會聽你懂 老師謝謝 沒有 只要銀行卡不要放就好 噓 欸 那可簽了嗎 可簽 不愛情嗎 他單有一票啦 他單一票 你愛情你就是 愛一個人就愛的時間很短 你就會想要換一對人 不是 不是 要承認還是不承認 這不太好 就是這 能留得住愛情的 第一 你們錢要放在一起 可能是他的錢就是你的錢 能留得住 因為你的本宮的公投是母羊 第七宮是金牛 火星又在第八宮巨蟹 所以這個人要錢多一點 而且照顧你 但你其實沒有要花他很多錢 這是一個安全感 金錢對你來說 就是考驗人性最基本的 然後第二個解法就是 你們兩個要有共同的工作目標 也有機會在一起 有點像誰 經紀人跟 啊 蕭敬騰 蕭敬騰 有點像蕭敬騰跟經紀人 就我們目標移植 目標和價值觀移植 而且互相為對方好 在這個狀況下 你們也不容易分開 就分分合合 你會分分合合 但分分合合之後還是會分 那老師你給他建議咧 對愛情 他單身好久了喔 還是他不一樣愛情 很久是多久 四五年有了 真的蠻久的耶 你怎麼可以忍這麼久 你是無法忍的啊 單身是號稱單身吧 有些對 沒有穩定的 沒有穩定的 對啊對啊 都來來去去的過客 對 就是讓他覺得 是對人無法交底給他 沒有培養性那個信任的 對 沒有 對我現在不要浪費時間在別人身上 但是還是好好工作吧 來一比一比老師 來一比老師 很高跟賽奧 很暫頸地講一些 他老師我等一下 我的感情 你是叫什麼 真的覺得有意思 什麼叫慾晴固重型 非常被動 但其實你很想要把握 你對另外一半 你就是像千鋒針一樣 人家說你去飛車 像那竿棕走 因為他情供 對 不過他木星第七宮相處久了 就是一位忘夫忘妻嫌的 初期相處實在是不穩定 因為你木星逆行在第七宮雙子 然後又是第五宮牧羊 一開始磨迴期應該超煩 互相都覺得 你這樣講是沒有照顧我的感受嗎 對 或者是你這樣是沒有要跟我走 就是看未來 好準喔 你現在要跟我分手嗎 好啊分啊 這個人要有一點的格局 比如說是事業型的 創業型的 或者說他比較有自信 可以把你的這些話轉成 是他能看到你的善意 但是一般人現在 尤其年輕一點的話 那是玻璃心比較多 啊 被傷害的自尊 對 對 你們現在大家看感情 最重要的一點是情緒價值 你有沒有接觸過 可是其實 我們真的要考慮 不是對方能不能接觸我 而是 當我想一個美好愛情的時候 我能不能成為更好的人 我能不能成為更好的人 對啊 先要求自己 然後你再去吸引那個好的伴侶 一定不會太強 先來想要愛自己 讓自己成長更好的人 崔老師給我的建議是 要不要去訓練 我只是盡量不訓練他 不要接他的傷疤 哦 對 就是哪裡有短處哪裡講 你以為越講短處 代表你越真心 但是對方聽到的就是 你對我QA 哦 了解 對你太苛刻 對 你很厲害 你有學心理學嗎 沒有沒有 對對對 那因為我們今天三個非常的幸運 就是由師傅黏了幫我們 真的 做解析 那如果今天觀眾朋友 就是也想要學習到這樣子的課程 怎麼辦呢 我現在有線上課程 登登登 全方位 詹心玄 白玉老師 是 我現在就發現大家 很多對星座有興趣 但是談論的點 可能就是現在媒體傳播的點 近代的占心學之父 Alan Leo 他就是發明了 哦 我們星座只有12型人格 然後有不同的符號去代表 然後讓我們的占心學 從那種政府的啦 或者是從貴族系統慢慢的下來 就會讓我們所有人都開始接觸他 讓我們透過不同的工具方式 不用像心理學做實驗 也不用像哲學那麼嚴肅 就可以探討我們的個性是什麼啊 我知道怎麼樣與他相處 在占心學 我就是想要去推廣 我們看一個人出的看星座 更重要的是看公衛行星和星座的組合 以及相位 透過這些複雜的組合 其實我們裡面有公式和表格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複雜 很難 對 老師帶你飛 是 老師帶你飛 只要你掌握了裡面的邏輯的話 你一定會很快找到 每個人的人身密碼在哪裡 假設你拿到你的命盤 然後我想要看我的財務格局是什麼 什麼叫財務格局呢 有的人就像你是全財型 可能接很多廣告量的東西 或者接義務的東西就可以 像他明星他可能需要接專門的 藝術類的假設 藝術類的 那像他是屬於火車頭型 加上一點體統型 所以他需要的是專精的東西 真的好準 雖然我符號什麼都背起來了 但我可能還是不知道怎麼解讀 我這裡有表格 財務格局第一個 把你的太陽 太陽是天秤座 就把天秤寫在這裡 金錢觀你的第二宮守護心 第二宮守護心是巨蟹座 對 再加上你的金星 金星是在處女座 我這樣一路填下來 我的解讀就是 我的財務格局是天秤 透過人際關係 第二宮是巨蟹 並且用幫助服務別人的 關心別人的方式 去把這個客戶留住 金星處女的 但是我要告訴別人 我的東西有什麼不一樣的 好 喔 嗚嗚嗚嗚嗚嗚 白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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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好算耶 如果有這個表格的話 是不是 錢 錢爆米 錢爆米 如果想想自己的個性 哪裏是可以堅持的優點 哪些是可以改正的缺點的話 一定要去報名這一堂 白魚的全方位 詹心選 那就點我的連結報名的話呢 寫薛薛300的話呢 就有300元的折扣 這一招報名 越找卡位越好 真的 我真心 因為我這個人呢 真心的不相信算命這件事情 真的 因為我就覺得就是 人定能勝天 對 但今天這樣上課這樣下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 欸 我覺得它是有點像科學是 去了解你自己的個性 然後怎麼樣 讓你自己的人生走得更好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而且老師會給你很多 困難上面解決的方法 針對你的個性 或針對其他命盤的組合 這樣就可以學到更多 我剛剛想要補充一個 就是人定勝天 這個概念 我一定要跟大家去解析一下 我們一般人認為的人定勝天 是只要我努力 我就能戰勝一些困難的意思 但其實真正這個的出處 人定勝天 它是來自於佛法 佛經裡面的一個文字 人定勝天的定 不是一定能戰勝困難 而是如果你的心是穩定安定的 不受影響之下 你能做到你想做的事 人心慌的時候會降低智商 啊 狗急跳起來 做出錯誤的決定對不對 是 好 大家一定要去報名喔 感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報名起來更了解自己 對人的想要幫助喔 我們繼續學 阿拉斯 阿拉斯 白魚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報名起來 再加上雙魚 雙魚就是 我 不是因為老師你太準了 他們就在氣息 對 太猛了 老師你繼續 就是活該你這麼辛苦的意思嗎 哈哈 男者多了這四個字 就是要把它成為這種三種 真的嗎 哈哈 哈哈